底下互相损你还未必赢得过他 我们两个互相损我未必会赢 对如果没必要能装主要是 所以你看着他笨嘴笨说的 他在私底下用普通话用粤语呢 普通话 就可以还击哈 我就等你们先说完 就我最后才总结 或者必要的时候可以装听不懂 回顾刘凯威杨敏两个人的感情点滴 两个人当年凭借如意这部剧英戏深情 两个人将感情一直延续到了戏外 进一步的发展感情深温后 便走到了婚姻圣殿 刘凯威杨敏两个人相差11岁 不仅仅如此 刘凯威的人气和知名度事业 都没有杨敏的好 所以关于他们之间当时的结合呢 不少网友粉丝们都有意见 但杨敏并不理会网上的流言蜚语 他认为眼前这个男人 就是他这辈子的归宿 新婚那几年 刘凯威杨敏的甜蜜 几乎横扫清楚了网友们心中的反对 也用实际行动证明了 他们之间其实是有真正的感情在内 并不是意识的冲动就要长相厮守 哪怕当时网上谣言四起 传他们婚便离婚 他们呢也一一否认了 正当大家觉得他们是相爱幸福的时候 却被爆料 刘凯威和王欧二人半夜共处一室 长达四个小时的时间 酒店密会至凌晨 虽然事后刘凯威和王欧都做出了否认 这两个人只是对剧本而言 杨敏也是第一时间出面支持丈夫刘凯威 杨敏说无论如何我都会选择相信她 但是自从刘凯威婚内出轨王欧的夜光剧本仪式 两个人感情也是渐渐的淡了很多 不少网友还表示 杨敏其实只是表面上好说话 其实呢内心早就已经崩溃了 杨敏可是出了名的女强人 出了这种事她当然不会选择像孕妇一样 去埋怨丈夫刘凯威 原来从那个时候起杨敏就开始了复仇计划 刘凯威自从被传出绯闻以后 就再也没有演电视剧了 而杨敏在那段时间内却接戏接到手软 也可以说杨敏从那个时候就对刘凯威彻底死心了 杨敏其实通过这件事情得到了很多资源 在刘凯威被爆出绯闻这两年时间 杨敏选择和她继续待在一起 其实明星之间要离婚没有那么容易的 有共同的利益捆绑在一起 杨敏生下小糯米之后 就把孩子丢给刘凯威去抚养 自己去忙着事业了 出国的一方心里应该是有愧疚的 根据刘凯威愿意全心全意的照顾他们的孩子 甚至放弃子的事业 都是看在当年剧本门一世上 虽然这件事情从未被证实 但杨敏心里肯定很难受 毕竟自己的丈夫背着自己半夜 与另外一个女人对剧本 换成是谁也接受不了 杨敏容忍丈夫两年换来事业前途一片光明 包袱手段堪比教科书 但是再看看刘凯威 从那件事情以后 并一蹶不振 还有王欧 本来呢 当年王欧的名气 与杨敏是不分上下的 经过那件事情以后 却沦落到无戏可怕的地步 杨敏在奇葩说节目上 被问到要不要把前任当人脉的话题时 杨敏果断回答 自己才是前任 需要借助的那个人脉 当再次被问到是否会帮助前任时 她斩钉截铁的说不帮 杨敏你会把前任当人脉吗 我觉得我才是那个人脉 如果他把你当人脉 你会帮他吗 不帮 对比今夕 杨敏和刘凯威的地位 就知道他为何会如此自信了 杨敏一直在蜕变 他如今已经成为了女王 开始大大方方的穿梭在各个场合上 而刘凯威呢 事业几乎停滞不前 演技呢 也没有太大突破 所以杨敏说自己才是前任 需要借助的人脉 一点也不讲 那他为何坚决不帮前任刘凯威呢 一是因为女儿被他消遣 二是因为他婚内出轨 刘凯威曾经与王欧被拍 在深夜共处仪式将近四个小时 正所谓一次不忠 终身不用 杨敏心胸再大 也不能容忍背叛吧 感谢观看